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空间识别和意识方面有问题 SCP-321有较低的智力 在适应新情况方面存在问题 SCP-321是初级研究员Adam 及其妻子Yvonne 的私产儿 初级研究员 自作主张 利用数个SCP尝试将他女儿复活 虽然成功了 但女儿被带到基金会保管检查 并且给予一个SCP编号 SCP-321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 能以大约正常速度5倍的速度 治疗自己受到的伤害 SCP-321一开始以正常人一半的速度 生长并递减 目前它仍在继续生长 SCP-321的恢复能力 被认为来自于过量生成的干细胞 在19 年早年 SCP-321的心脏达到极限 同时因为身高太高 而是血液无法正常循环 因此SCP-321的身体被物理固定 以保持心脏将血液打入脑部的能力 但这样还不够 1948年开始 为SCP-321制造一颗人工心脏 心脏在19 年完成 SCP-321智商很低 日常活动对它而言都非常困难 教它使用餐具进食之类的事 需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 虽然SCP-321有声带 但它无法学习语言 只能像婴儿一样哭闹 发出无意义的噪音 而它的父亲Adam 为了让他脱离SCP的身份 一次次的请求将SCP-321 从SCP状况中移除 甚至为了这个目的 不断地努力提升自己的地位 从研究员 人事主管 站点主管 最后甚至成为了欧五支持二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SCP-321是一本软皮装定 并且严重磨损的书 书名是 在你死前一定要取得1001个地方 这本书页数不固定 但厚度总是保持在4公分 这本书的版权页 宣称这本书是在1989年 由前望金出版社出版的 调查显示 这个名字在1985年注册 但这个出版社 从未出版过任何书籍 并且现在已经不存在 在前95页 SCP-841列出了95个 不同的风景名声 详细描述了其引人入圣的地方 并推荐前往这些风景区的交通方式 这些交通方式 和SCP-841出版的时期相符 这些前面推荐的风景介绍 没有异常性 在95页之后 每次阅读都会出现 不同的新地点和新活动 95页后 SCP-841中描述的地点 一开始会是读者金钱上 不可能负担 或是物理上不可能到达的地点 例如高山山顶 或是私人领地 如果读者继续阅读 接下来地点的到达难度会急剧增加 但对这些地点的描述 会更为诱人 或引人向往 当读者阅读超过了1001页 额外的条目将会产生 这些新出现的书页 不会增加SCP-841的重量 并且将会在读者翻阅下一页时消失 这些地点的描述 与读者本身相关 并通常列出了阅读者 到达这些地点之后要完成的一些任务 这些例子包括 地点 老房子 描述 老爸已经去世很久了 这老房子现在都被那些 Galaxy的家伙们拆掉或是拿走了 但那救水池还在 那是他们为踩石场 收集石块和淡水的地方 任务 到救水池那里去 再伸手触摸外边那些 再也不会从身边飞过的蜻蜓 也许做一回更好 地点 外面 描述 你可以做到的 从你不再在脚趾之间 感觉到泥土开始 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外面一直都在 如果你已经遗忘 现在就是你最后一次 相亲的地方的时候了 任务 看到所有云彩可能出现的形状 并为那些云 无法变成的形状命名 地点 Travis所在的地方 描述 这真的需要很多时间 但他已经放下了 最终 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 任务 听朋友的孩子的低声脚步声 这比所有宽恕的话语都好 在看过SCP-1841后 阅读者会梦到他们旅行到 SCP-1841之中所描述的地点 并且都在到达那些地点的前一刻进行 一些阅读者会产生造访那些地点的 强烈冲动 并且想完成那些任务 不论这些任务是否成功被完成 大部分的读者都会为他们所达成的成就感到极大满足 SCP-1841封地上写着 有一个充满了美景和奇迹的世界 但你无法得见 就在这个房间之外 有一个地方充满了无限可能 期待着你去成长和探索 但你已无法得见 一切都太迟了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 一些你无法得见 甚至永不为你所知的事物也一并产生了 某些夜晚 你已经几乎要碰触到他们 近乎真实 他们就在你面前伸展开来 就如同它可能成为的一个巨大未免一样 然后 你苏醒了 唯一在你面前展开的是你的床单 但没有关系 即便在你面前存在了这么多你无法看见的事物 你曾做到的事就已经足够了 没有人拥有充裕到可以看到一切事物的时间 但你要为你所拥有的一切感到幸福 那如果你根本看不到这个世界呢 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家庭 友人 和对你来说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 那些就是我们之中每个人拥有的东西 这些就是你从那些你未曾注意的事物之中取得的一切 就算是对于那些你从未见过的一切 这些惊人的未知 他们也有从未见过的东西 那就是你独一无二的人生 你已经做完了你必须去做事 现在请休息吧 晚安 NCP-2624是一个地球的人造卫星 由大约60只狗组成 大致为半径5公尺的球体 在1957年11月3日 苏联发射载者名为莱卡的狗的人造卫星 史普尼克二号 在抵达轨道后 人造卫星出现严重过热 导致莱卡提前死亡 莱卡死亡后 人造卫星外开始出现异常的狗 并在几小时内形成一个球体 数天后球体完全成型 苏联太空专案领导人联系了基金会 并告知这个异常情况 这些构成NCP-2624的狗 都是成年的混血磁性权 外形与史普尼克二号上搭载的测试权 莱卡相同 NCP-2624上的全只似乎是活体 可观察到抽动、喘气和呼吸 NCP-2624能以超过每秒10公里的速度 射出若干全只来推进自身 改变轨道并抵消轨道衰减 NCP-2624能在推进后 补充自身的数量 如果尝试跟NCP-2624进行物理接触 NCP-2624会以此方式推进逃离 在NCP-2624出现后 一些异常效应也出现 NCP-2624之一 约80%在NCP-2624后的太空旅行者 会听到类似狗叫的间断模糊噪音 NCP-2624之二 约40%在NCP-2624后的太空旅行者 会梦到有一只或一群外形类似莱卡的狗 试图向他们解释某种无法辨识的复杂机械运作 由于狗没有声带和拇指 这些梦的内容主要是狗用牙齿 咬坏这些机械并不停发出叫声 NCP-2624之三 在三个案例中 与莱卡相同的狗出现在太空或天体上 例如在一位太空人意外地被漂离太空船时 他看见一只外貌与莱卡相同的狗出现在自己面前 然后感到一股推力在自己身后 将他推回太空船内 而一位太空人在月球行走时 注意到远处有一只外形与莱卡相同的狗 在原地绕圈跑动 这只狗跑向他 在几公尺外的坐下盯着他看 他转身向同事验证位置 但当他回过头时 这只狗已经消失不见 也没有留下痕迹 NCP-2624之三 也曾出现在地球 莫斯科警方发现有一只外貌与莱卡相似的狗 出现在顿斯科业公墓 他在曾领导施普尼克二号计划的苏联科学家 雅兹多夫斯基的墓碑前大声哀鸣 一名警员试图将狗赶走 但突然从公墓别处 跑出大群相同的狗将他包围 这些狗对着警员大叫 然后开始在空中盘旋 数秒后 所有个体在一阵白光中消失 NCP-2091-1是一个灰熊的雕塑 高1.2公尺 长2.1公尺 雕塑由高分子黏土制成 超音波检查发现 NCP-2091-1内部 有和灰熊器官位置相符的孔洞 但没有任何胸物组织存在 也没有让它可以活动的结构 它的身体有很多部分被草制的补丁替换 两根脚趾被换成了钟表零件 NCP-2091-1一般不能自行移动 或做出任何活动 储备进入NCP-2091-2的周围15公尺内 NCP-2091-2是一个人类女性 名为Abigail Hollow 20岁 当NCP-2091-1进入NCP-2091-2的周围15公尺内 NCP-2091-1会开始活动 并做出与灰熊相同的行为 它会尽可能的停留在NCP-2091-2附近 并攻击任何威胁或伤害到NCP-2091-2的生物 NCP-2091-2声称能与NCP-2091-1沟通 并说它是自己的祖父 NCP-2091-2会与NCP-2091-1对话聊天 但NCP-2091-1从未开口说话 NCP-2091-1能通过吞食各种材料修复损伤 并且偏好黏土类物质 NCP-2091-2的祖父 David Lennus 在1998年2月13日死亡 从他留下的日志中 可以得知 他在中病将死的时候 为了孙女没有人照顾而烦恼 这时一位老友 说他曾参加过一个叫做首的组织 在那里被教会了一种魔法 虽然这种做法违背了David的信仰 但为了孙女 他仍然实施了这个魔法 最后称为NCP-2091-1 NCP-3637是一具慈母龙的化石 是在一次考古挖掘中在距离蒙古 50公里处被发现 在对NCP-3637进行挖掘时 挖掘小组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嘶吼 但没有发现来源 当雷暴形成或通过NCP-3637上方时 就会引发NCP-3637-Rama事件 在事件发生时 NCP-3637附近风速会提高到时速140左右 并伴随着响亮的吼声 NCP-3637周边119公尺内的眼睛 将被拉到他身边并完全覆盖他 随后闪电将直接击中NCP-3637 而眼睛将聚集成慈母龙的骨架 被称为NCP-3637之一 NCP-3637之一会从NCP-3637中脱离并走开 风速恢复正常 NCP-3637-Rama事件结束 NCP-3637之一常常无目的地漫步 偶尔会发出声音并用前置在地表挖掘 直到雨滴降落将它融化到无法运动的程度 随着NCP-3637逐渐溶解 它会大声吼叫并更加迅速地疯狂挖掘 而水将继续落到它附近 直到它完全溶解 每次只能同时存在一具NCP-3637之一个体 在现存的NCP-3637之一溶解后 NCP-3637Rama事件才会再次发生 NCP-3637之一能够记忆曾挖掘过的区域 以及特定的基金会人员 因此被认为是反复出现的同一个个体 或是一组共用记忆的个体 原本基金会使用NCP-3637的方式 宣称的NCP-3637之一大声吼叫并跑向巢穴 同时不断地从地面吸收眼睛 体长增加到15公尺 轻而易举地跨越屏障 基金会人员试图用高压水枪阻止NCP-3637之一 发现为眼睛 这个事件后 3637Rama事件活动完全停止 NCP-3637被重分级为Neutralize 以上就是五个感人的NCP 如果喜欢这类主题的话 之前介绍过的NCP-1762和NCP-348 也都是蛮感人的NCP 没看过的可以去看看 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 自由帮忙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的N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谢谢大家 �酒 倭酒 倭酒 不要 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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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